Hello,我是柠檬,今天我又发现了关于女主爸爸的秘密。 我们都知道在游戏中从未出现过女主的爸爸妈妈,为了弄清楚她的爸妈是谁,我们先去到女主爸妈的房间。 都知道这里有一万块钱,所以我觉得她爹可能很有钱,说不定是做老板的。 而女主家里有一瓶爱情药水,有买爱情药水的人只有一个,那就是樱花公司的老板,现在我们去樱花公司看看。 樱花公司的老板卖的爱情药水很贵,而女主一个学上能买得起,这就证实了她爹很有钱。 而且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,你会发现樱花公司的老板和女主有几分相似。 女主她爹很有钱,我们向樱花公司的老板要钱,我们就得到了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一块,以上全部条件都符合。 对此,你怎么看,去评论区里留言吧。